大家對於The Ferrari不陌生,這是Ferrari2014年推出的油電混合超跑,及品牌尖端技術之大成,與Meglarum T1、Porsion 918 Spyder並列三大混合動力超跑, 而Aperta在義大利語中有開啟開放之意,也是Ferrari最新命名廠航車的方式 Ferrari對全新的Ferrari Aperta的碳纖維車架進行強化,能夠在最大乘路上保證車身的抗扭強度 同時,前後擴散器、導流葉片和側裙等空氣動力套件也得到不同程度的優化 Ferrari最新發表的488 Spyder和California均採用可收折式硬頂、敞篷設計 而Ferrari Aperta則採用了可拆卸式的碳纖維硬頂、或軟頂頂篷結構 動力方面與普通的Ferrari一樣,廠篷油電快馬將採用排氣量6262cc的V12自然機器引擎和兩組電動馬達 一個負責為驅動輪提供動力,另一個作為輔助馬達,引擎本體能夠產生800匹最大馬力 加上Hikers系統後,縱效最高功率則可達963匹馬力,扭力則大於663磅尺 預計由靜止加速到60Mh也可在3秒內完成,極速可達218英里 Ferrari Aperta的售價預估約為140-150萬歐元 傳聞僅限量199輛,但Ferrari依然採用限制購買的方式 購買資格是必須擁有相當數量的Ferrari旗下車款,或者是V12的車型 門檻實在是不低,想必具備資格的消費者都是豪門紳士 儘管如此,Ferrari Aperta目前已經全部賣完 不適合資格是否必須有所提供而成為 不適合資格是否自然有所提供的 提供負賞工廠然之以為 倫量其最低,只有一步